大家好,我是邱老师 今天想要跟同学分享关于心诗的解题技巧 心诗这样的命题,无论在半考、摩考或者是未考 都是常见的考试命题 尤其是心诗铁扣 大家往往听到心诗都一成莫战 心诗也许心诗自由 但是您知道吗 它的上下句,它的字词仍需连接 上下文具的文艺也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 以下我们列决两道试题,带领同学一道解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道试题 让我们的愤怒变成什么,照亮沉默的部落 让我们的眼泪变作春雨,滋润山芋跟小米田 让我们交臂变成什么,给山地人加上一座 同往故乡的美丽的桥梁 上列括号里最适合填入 A. 雷电彩虹 B. 日月天阶 C. 星光力量 D. 石火跟绳索 第一个括号我们可以由第一句诗 我们的愤怒 以及照亮这两个关键词 雷电就是最好的答案 再者我们看到第三句 我们交臂跟架上一座 以及最后一句美丽的桥梁 由此可知 彩虹是最好的答案 因此这道题的答案选择是A 第二道诗题 夜渐渐的冷了 我由对灯读作 冬夜读书 冷顿一天地间的什么 紧紧隔一层窗 薄薄的纸 我有挑灯夜读 忍受一生什么 每一个字是概念 每一个句子是命题 是力量 是行动 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宇宙 有热 有光 在沉寂如死的夜星 我听到一个声音 呼唤我的名字 我欲怎么样 A 黑暗 创伤 乘风归去 B 黑暗 含义 推床出去 C 寂寞 创伤 推床出去 D 寂寞 含义 乘风归去 在这首诗的第一行 夜 灯 以及冬夜 这三组词 让我们感受到黑暗 在游 夜渐渐地冷了 一层窗 薄薄的纸 文字 喊句子的热跟光 对应出答案 应该是很义 由于作者在室内 自然不会是归去 而是 隔一层窗 推床出去 你选对答案了吗 这题答案是B 希望以上的解题 对大家有所帮助 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考试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